心化作续沾染几缕相似 谁在领摸你的笔迹 落红漫地飘阔几时风雨 唯有缘分不可抛弃 披醉梦的绿阔几声悲喜 谁在试探我的惊艺 黑白对一颗知己的一字 如影难断爱恨孤零 此去尽你 应是凉尘豪尽 需要说 千多万许我在海里寻觅 花心当地有太多迷离 收过清风才太动力 已经有过谁人与我相依 千与万许我在海里回忆 繁华迎娶了太多风雨 落空挂你唱歌一曲 一起梦里难言与我遍离 我遍离 我遍离 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三哥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就是想过来看看你 你哭了 你瞒得了七一他们 瞒得了所有人 但你瞒不了我 郝静 爹死了 北一北我们都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爹为我操心了半辈子 我却因为我娘 我恨了她半辈子 她希望我好 希望我成熟 而我 我偏偏跟她对着干 我却花天酒地 不学无输 现在想来 我与我爹的半生情分 竟然是在对抗中度过的 和我娘一样 她现在也走了 我再也没有办法 让她道歉了 我没有办法让她道歉了 三哥 三哥 爹一定不会怪你的 都说父子恋心 你想跟她说的这些话 她肯定早就明白了 你知道吗 我曾经离世 我绝对不要成为她那样的人 我曾恨她的愚衷 她的愚符 最恨的就是她的莫首尘徽 可是当我参了军 统领了成百上千的将士 在珍珠上让我才意识到 有了规矩 才成方圆 我没能为她分担什么 可她却为了我们这个家 付出太多 我见到她 别太多太多 三哥 就像你一直敬重着天 你肯定也一直为你骄傲的 他能把颖军交给你 放心去美国治病 就说明 在他心里 他相信你能够做得更好 他觉得你值得托付 所以三哥 你一定要振作起来 一定不要让爹失望 总有一天 我们一定会让日本人 血债血肠 请不吝点赞 佐藤哥先 我们北平的情报所有消息了 萧海山的确是前一日 坐飞机回国 第二天一早坐车回北新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萧海山的车队 在出北平的时候 停留了很久 而且有部分的车 原路返回 萧北辰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萧北辰那边 没有任何异常 其间还宴请了几次 德国和美国公使馆的人 而且萧府上上下下 都在为萧海山 六十岁大授作之辈 作手 是 萧北辰还通知遍了 北京各界名流 他还宴请了 北平最有名的四合班 来唱堂会 这一切都有条不文 不像是临时拼凑起来的 如果是假的 肯定会有破阵 可是现在来讲 找不到任何破阵 看来 这萧海山的命 还真硬 夫人 在这边 等一下 放手 这些事主要做的处理 我都记得 若柯小姐,刚刚我来的时候,听医生说,你的伤疑有好转,我也就放心了。 其实,今天我来,是想求你帮忙,北辰他现在陷入困境了。只有你才能证明康庆雄的罪恨。 我知道,这个愿望有点自私,但是除了祈祷奇迹发生之外,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还记得,你当年为了子政来找我吗?我想,你应该会明白,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三哥,由你担任直北驻防军总司令的申请,已经提交上去了。 程委员那边,也派了一些反日同僚从中周旋。 还有一些外国公使,也在帮忙施加压力。 这样一来,我们的胜算就大了许多。 不管江兆毅和那群日本人怎么样颠倒黑白, 委员会也不可能不顾舆论压力,草率做决定。 行了,你替我谢谢程委员吧。 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肖伯遇难的事情, 瞒得时间越长,对我们越不利。 三哥,三哥,金小姐醒了。 你说什么? 金如柯小姐醒了,她现在不仅清醒了, 还同意亲自到南京去作证。 不过金小姐去作证的事情,肯定瞒不了多久。 我们得抓紧时间把她送过去。 维依,你先行一趟去找程委员。 待金小姐抵达南京之后,再做相关事宜的安排。 好,知道了。 好。 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直北第一集团, 第一军萧海山司令,因病抢救无效。 中年六十岁,各自复告。令委任。 委任萧北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 直北第一军做司令。 真是演了一出好戏啊。 想不到这个萧北辰竟会如此深沉隐忍。 明修斩道,暗度陈仓。 给了我们措手不及的一击啊。 会长,我们与萧北辰可有杀父之招。 我们还要继续留在这里吗? 我们先搬到北新郊街的领事馆。 目前,哪里最安全。 是,萧北辰,萧北辰不敢轻举妄动。 你马上电告袁境内阁。 尽快安排我们撤离。 是。 你们就这么走了?认输了? 方琪小姐,不必着急。 军部已经支了一张很大的网。 整个中国都在这张密不透风的网中。 等我们卷土重来的时候,北新就要变天了。 。 七夜 我将爹 五弟 还有六弟 都带回来了 老三 满为你了 赢司令 五少爷 六少爷 回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于翘潜撒 Kazaj 数日 二十一 这是私立不在意 在海洋 继续 酸 粉 淇 ! 糖 糖 糖 酸 酸 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你了 对不起你了 老三 你是司令的儿子 也是我的孩子 都到了吧 今天叫大家过来 是有些事情想要交代 现如今 咱们萧家遭此大劫 往日的繁盛 已经烟消云散 好日子 算是到头了 都说大难临头 飞鸟各投林 从今日起 咱们大家 都散了吧 您哇 和她每天都断了 慧若 宿 飞ae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芸汐 起来 起来 秦夫人 大家的心意我都明白了 老三 你现在知道你爹对你的良苦用心了吧 你作为萧家的长子 更应该像你爹那样 做一个顶天立地之人 须知国将不国 何以为家 如果单位一己之私 苟活于这半变天下 与虎狼之辈 心笑敷衍 只会是自寻死路 现如今 咱们萧家家破人亡 就是教训 我今天就做这个主 将萧家 所有的家产变卖 充为军费 萧北辰 这个国仇家恨 必须得报 齐 您放心 这些害我嫁过的日本人不图 我枉我爹一辈子教诲 来 小姐 你 你跟老三 都都转转了这么多年 终于又团聚了 你们两个 要珍惜这个缘分 特别是老三 你要照顾好杭静 绝对不能辜负他 是 淑姨 你收养了艳卿的孩子 现在也是做娘的人了 你已经长大了 懂事了 你要好好地教养克尔 他父亲是个大英雄 好好地照顾他 我知道 您放心 克尔就是我的亲生孩子 你们不用再想着服侍我了 过些日子 我会去美国 你们趁着仗还没打起来 赶紧回老家 留在北心也是麻烦 别拖了三少爷的后腿 秦亦 我们怎么能放心 你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呢 跟老五老六分开这么多年 我也挺想他们的 我想去 他们学习 生活的地方看一看 你就成全我吧 我说的这些你们都是明白的 照我说的去做 季夫人 我们真的不想走啊 季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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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叶 这么急找我什么事 是 关于丁若庸的死 有线索了 沈先生是被陷害的 我派人跟踪了穆子郑 发现穆子郑 定期会去济市药铺 帮那母亲抓药 可昨天坐堂大夫 正巧问他母亲病情时 他却含混了过去 我的人便起了疑 跟到他的住处 却并没有发现药渣 跟周围人打听 也并没有看到老太太 居住在此 那看来穆子郑的嫌疑 是洗不清啊 我们要不要 马上告诉总司令 先不用 不要让三哥再操心了 如果穆子郑 是青年会的内鬼 我们绝不能放过他 好 我说你让你来 你说这日子 过得还真是快呀 一晃 我嫁到萧家 已经有二十年了 我知道那些太太们 表面对我奉承 讨好 其实明里暗里的 没少讽刺我 所有人都觉得 我年纪轻轻嫁给你 不过就是贪图你 萧海珊的权势和财产 其实连你都不知道吧 那一年我第一次在街头 看到了马背上 英姿勃发的你 那一眼钟情 便是一世相遂 你睡觉了 这样吧 还想这个突破 你 一眼睛 小声 这些年跟着你走南闯北 最后在北新安家 看着你在刀光血影 阴谋陷阱中隐忍克制 隐忍克制 如履薄冰 在这乱世之中啊 你始终护着我 护着这个家 我的所念所想 也只有你懂 司令 五年晨酿的绍兴黄酒 你最喜欢了 你知道吗 能嫁给你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不知道老五老六 在你那儿有没有听你的话 乖不乖 老六 下午 冲 老六 老二 思虞 我想你 我也想你 男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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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门 男少奶奶 云奕 男少奶奶 你欺负人的 你欺负人 欺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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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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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一 我知道 您这么做 是不想让我有后顾之忧 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我 再 回去 我们 不 就是 我们 有 厉害 不 孙夫人的葬礼刚刚接受 萧府上下 抠胜一片 萧家的覆灭一旦开始 止也止不住了 袁靖内阁 同意我们撤离了 袁靖内阁称 最近会有新的人命 商议决定后会通知我们 我们现在怎么办 通知郑凤琪 孙团长那边 让他保持联络 确保随时起用 这一幕子正 把他母亲还给他吧 还给他 我们不需要拿他的母亲 作为要挟了吗 他已经回不了头了 他身上背着中共 和青年会的血债 是他最大的邪制 我们撤离在即 一个雷若的老母亲 就交还给他的儿子 好好照顾吧 不过 你还是要去见一下他 让他安心蛰伏 明白 娘 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千万别忘了 记得 药千万被做了 子震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急匆匆地回来 突然就说要走 我 就是生意场上得罪了一些人吧 子政 你跟娘讲实话 我回来之后 你不让我回家住 帮我安排在城郊 我就知道 你肯定是出事了 娘 您别担心我 这生意场上遇到点麻烦 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咱们就出去避一避 等事情解决了咱们再回来 那位丁先生呢 你不是一直跟他做生意吗 他一直很照顾娘 是个好人 你要是遇到问题 能求他帮帮忙吗 我 我也不能 每次都找他帮忙啊 对不对 娘 你最近是不是 都是不太舒服 我看你气色都不是很好 要不这样 你先进屋休息 东西我来收拾 好 他 他是 还跟我过未来 许可 这 是 那 你就 旅行 就是 旅行 你可以 啊 娘 娘 你怎么了 这 这是什么药啊 是 是纸糖药 我经常晚上疼得睡不好 让我看一下 是 这药我从来没见过 是谁给你买的 是 是我自己买的 娘 你一个人连门都没出过 你怎么会自己买药去 这是纸糖药 那你干嘛逼着我偷偷吃啊 娘 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会把你的衣子 伸拿给佐藤先生 我认识 东南大街到了 宋司令 进 发现木子这儿落脚点了 在哪儿 浅顺面坟场 强一拍 钦 Wade 5 5 100 200 100 100 100 来 谁啊 夫人 江副官 总司令不在吗 他亲自和叶处长 去抓捕一个叛徒了 叛徒 谁啊 就是青年会的募资证 什么味道 三哥 我 尚师 前辈 是 走 追 怎么回事 银银是鸡鞋埋伏好的 不知男女出的问题 废物 阁下 你们先撤 我去楼下 拦住他们 跟我来 词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谁在盼望着 春风抚没 谁在凝望着 摇曳的花朵 谁在仰望 这夏夜满天星河 谁记得一颗流星转瞬而过 谁害怕心痛 否认心痛 任孤独涂抹彼此的保护色 谁会甘愿蹉跎 让我这样擦肩而过 也要做一颗流星给你温热 我在天空花出 你侧阴的轮廓 让我再明亮一次照耀星河 至少一次飞舞 不会再坎坷 用我一生守候一个承诺 我真心拥有光 哪怕短暂快乐 留给岁月一抹 温柔的色 下次流星花过 下次流星花过 如果还记得 我曾在天空眷恋你的轮廓 我在天空花出 你侧阴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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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侧阴的轮廓